欢迎回来 讲到池上我们通常会想到京城武术 但池上其实每年都会举办秋收稻穗艺术节 今年邀请的是幽人神谷的作品《时间之外》 幽人们在一片金黄色的稻浪中演出 半空中不时还会飞来燕子一起跳舞 其中有一段演出 幽人们持续不断地在原地自转至少一分钟 音乐总监黄志群说 旋转的时候你必须心无杂念 一旦脑中有什么念头 一定会头晕重心不稳 旋转的时候他说 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完全是活在当下的真实感应 远远的幽人神谷的团员们 出现在天堂路的那端 他们从东海岸一路走来 《时间之外》演出从幽人们的脚下开始 《云角》是我们剧团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训练 它就是把我们的心训练到 碌碌地在当下的感觉 就活在当下 所以当我们在云角的时候 一步一脚印 把心放在脚底 一步一步地走的时候 只有这么一步 每次就一步 一步 没有目标 可是走啊走啊地 就慢慢地目标就在目前了 第一段演出名为大奏语 鼓声跨破天际 如狂涛席卷而来的滚滚黑潮 太暗的炫起 差在天 这是秋收前的池上 微风吹拂着农人心情照料的水道 金黄色的稻浪伴着群山 今年的池上秋收稻碎艺术节 演出是幽人们的作品《时间之外》 稻浪翻飞如同幽人的裙摆 幽人们原地旋转着 我们为黄志群默默在心中数着 他究竟转了几圈 他说旋转是让人惊艳 活在当下的方式之一 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时间之外唯有当下 我们在旋转的时候 外面像一个台风一样的混乱 所以我们不能够眼睛外看 只能够内视 因为就像台风一样 台风眼是最安静的 回到自己内在一个不动的中心 它就可以旋转很久很久 本来时间之外就是超越了这个时间跟空间的感觉 然后回到一个正式的当下 可是这个正式当下又能够衍生出非常多的 有画有乐有楼台 所以有鼓有音乐有螺声有旋转有动作有舞蹈 人工以来的声音如旋风般吹过苍蝉 吹遍浩汉 由武术 几鼓 神圣舞蹈为主要元素的时间之外 充满残意 黄志群甚至为此写了诗 传递每一段演出的精神 回首你见不着千年万年的踪迹 却又是一缕青烟 贯穿了金 这一段名为射空而来 黄志群持棍一人在风中读舞 棍子在这个射空而来这段的意义就是代表穿越 从古然后穿越到现在的一个精神 像文化也好了 物质也好了 它会在某一个时间当中会消失 会就不见了 我觉得唯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非常的抽象 非常的无形 那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那个精神的力量就像一个贯穿古镜的到现在都还在这个世界存在 演出这一天池上的风很大 黄志群说 池棍站立几乎要被吹倒 偶尔甚至有小燕子飞来共舞 这是国家戏剧院的舞台上不可能出现的片段 是一个大自然 可是已经是一个最棒的舞台这样子 就是真的是跟大地一起的剧场 你知道今天那个太阳 太阳还帮我们打灯啊 分不同的场景打灯有的时候是斜的过来 有的时候是风过来 有的时候那个鸟就一直飞过来 非常 我今天其实看的也自己非常感动 可以来在我们的台湾山脉跟中庸山脉这样的一个众国里面 他在这边的话你在这边迎风击鼓有没有 他有回到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们农民在这边感受非常的棒 大家都 有内心都有很深的一个感触 不枉费我们过去努力在维护这一片土地这样子 事实上优人们二十年前就曾经云角台东 受到湘民热情款待 二十年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今年优人们以同样素扑的云角重回池上 献上多年淬炼的心智和作品 而且带着更多观众回到这里 赞颂照福稻田的农民以及这一片天和地 时间之外 永恒的长河如如地 漫幻如尽的大千 天地间所有的幽幽 都以随晚风吹入戒指 一身呼吸 一身呼吸 大地如丝静蜜 静蜜眼 第一天 也许是公子 好的